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于太空方面都已经感受到中国在后面强烈追赶 已经追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的一种压力 这叫浅层次的 这一般人感觉到 但是深层次的只有美国专家感觉到 或者美国专家都未必感觉到 第一个就是国际秩序 他发现到为美国利益服的国际秩序 现在已经开始面临到中国提出的 另外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了 这是第一个美国专家看到了 还有两个美国专家都看不到的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提示 他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他有盲点 他从来就是用否定的眼光 也瞧不起眼光来看 但是这个恰恰就是中国 现在表现得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里面确实有很多东西 可以作为别的国家不同的参考 当美国发现到的时候 美国会感到压力 对华盛顿公司造成巨大压力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世界的这种哲学观 这我刚刚已经列举过了 但是除了深层次之外 我认为现在还有美国来自恐惧的 更深层次的一种压力跟恐惧 还有更深层次的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今天的国际大形势 对美国极为不利 今天的国际大形势 对于美国要确保他的霸权是极为不利 简单说就是天下苦美酒意 美国作为霸权 它没有好好作为一个霸权的一个风范 它老是占别人的牌 它老是把这个全世界搞得一团乱 不管金融也好 军事也好 科技也好 通道也好 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 大家有愿就发不出来 有苦说不出 而且对美国无可奈何 在这个形势将发展下去 美国的朋友圈就越来越爽了 你可以了 它现在真的朋友圈 连G7里面 德国 法国都未必站在它一边 它最后大概只剩下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里面 新西兰也未必站在它一边 那么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朋友圈现在越来越大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 排队等的国家一大堆 然后金融合作国家 今年要进来排队一大堆 这些国家都不小国 都是中等大型的国家 包括土耳其 包括印度 这个南非 或者阿根廷 或者印尼这些国家 说明这个大趋势 对美国是不利的 我们讲过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这就是天下的治理 随便拉今天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天再会